救難人員從建築物殘骸中拔腿狂奔 武器魚鎮突然襲來 原本用來騰出救援空間的支柱 好幾根瞬間彎曲 搜救行動卻並未因此停下腳步 在救難人員鼓勵下 能登半島株洲市一名被壓在房屋底下的 79歲老先生 在鎮後受困48小時後幸運獲救 家屬不捨痛哭 但黃金救援72小時將至 卻傳出上有750人孤立待員 上亡人數恐將不斷噴生 除了持續與時間賽跑 根據NHK報導 南登地區仍有將近三萬戶 無電可用 石川縣包括重災區 輪島市 株洲市等十四個城鎮 以及鄰近的副川縣 總計有超過十一萬戶 處於斷水狀態 目前當局緊急向災區 派出來自外縣市的供水車 緩解缺水危機 石川縣金澤市 雖然湧入一箱又一箱的麵包 百米以及衛生紙等救援物資 但由於受強震引發的山崩影響 導致通往輪島市 株洲市的多數路段被摧毀 成為物資運送一大難題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表示 將收集目前物資供應資訊 加強救援行動 並提高自衛隊救援人數到2000人外 也增加搜救權數量 把握救援黃金時間 救出更多性命 三輪新聞線條報道